10月8号呢 刚刚度过了自己49岁大寿的这个刘嘉玲啊 昨天是终于现身了 亮相活动的她一脸喜气洋洋 嗯 没错 就在此时呢 24年前的绑架事件又再一次被重提了 不过呢 谈及到此事 刘嘉玲倒是很淡定 更是感慨起了自己49年的人设 日前有和刘嘉玲同辈的艺人称 刘嘉玲1990年被绑架是因为开车时不理几个古惑仔的挑逗 因而惹恼他们才遭此横祸 更被拍下了裸照 刚开开心心过完生日就被问及当年不堪的过往 刘嘉玲颇为无奈 直言自己其实早就已经放下了 我觉得是大家不放过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放下很久 我是最早放下的 这是我的人生经历 我应该去面对的 依据是身边人放不下 而我是最早放下的人 招显出刘嘉玲获达的处事基调 49岁的她成功完成了女演员到女强人的华丽转身 欲解形象深入人心 谈及这49年的过往 她自有一套说辞 我回顾了一下我49年的经历 我觉得我10岁不本事 20岁装懂事 30岁乱搞事 40岁自以为是 然后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我已经蛮成熟了 从独自闯荡香港的江南妹子 到风华绝代的一代影后 再到叱咤商界的社交名媛 虽然一路走来有些跌跌撞撞 但刘嘉玲满怀感恩 游戏内地 香港采访我们的